嘿 不对劲呢 我才从卧底城回来多久啊 怎么一块墨地石都找不到了 小月 你身边还有墨地石吗 我看看啊 哦 好像有 来 我把方块什么的都丢给你 哦 那就好 你要那么多墨地石干嘛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之前提到过 用墨地石制作的武器 可以阻止墨移人瞬移 是那个武器吧 对对对 等我做好后再喊你 你先去忙你们吧 嗯 嗯嗯嗯 这种东西做下来不麻烦 直接找两个木制的模具不就行了 反正不是什么稀有材料 就做一个简单点的西洋剑吧 自带异影和异形效果 异形我知道 可以直接封印小黑的瞬移技能 可是 这个异形效果 我怎么看不出什么名堂啊 说好的可以让武器自由变换呢 但我手里就成一根牙签了 来小月 给你瞧瞧墨地石打造出来的武器 哎呀 你又拿我做实验 哎 这也没小黑啊 那我也不会瞬移吧 哦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等会儿 我闻到了熔屋里闻子松果烤焦的味道 是你耳机不好使 还是电脑屏幕漏电呢 这也能闻到 哎呀 你别管那么多了 是上有墨影蜘蛛的对吧 都拿上 我们出来做个实验 哈哈 喂 你不会真想拿我做实验吧 没错 你等会儿朝着天空中丢墨影珍珠 等墨影珍珠快要落地的时候 我就戳你一下 哎 落地了 我好像真的没有睡一夜 你原计都当然没用了呀 开开开 快打我 我打了 不对啊 为什么我还是劝赢了 你这把武器绝对有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时间点没有卡好 这次你稍微丢远一点 高一点看一看 哎 等我 等我回满血再说 那我倒数了 三 丢 你有病啊 二一去拿了 要什么二一啊 你赶紧丢 测试完效果以后回家吃饭 哈哈 看完吧 一点效果都没有 什么阻止墨影人瞬移 都是骗你这样的小孩子的 也就你这只伤能信了 不应该啊 难道是必须让墨地时的其他 不会这套武器才行 没这个道理吧 好了好了 老娘休息了 你一个人玩不会走丢吧 你带孩子啊 爬爬爬 你却让人家爬 我不是你的小公主了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对了 这段时间 史莱姆树有没有掉落一些奇怪的东西啊 比如紫色史莱姆球 没有 那你有见过紫色史莱姆球这种道具吗 没有 那你今天出门带脑子买 没 那麼要進去不打死你